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邮政局发行新春猪年邮票 晚上好 欢迎收看1月18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长金英哲 18号在华盛顿 先后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总统特朗普见面 白宫在会后宣布美朝第二次峰会将于2月底举行 地点将另行公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国务院对朝政策 特别代表比根等美方官员 当天上午首先到金英哲一行下榻的酒店 同朝方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会后表示 双方很好地讨论了落实去年两国领导人 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 随后金英哲在大批安保人员的护送下 乘车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 据白宫的消息 两人的会面于美东时间12点15分左右开始 闭门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会后特朗普并没有像去年同金英哲会面后一样 亲自到门口为他送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随后宣布 特朗普和金英哲讨论了无核化 以及第二次美朝峰会 套路峰会将于2月底举行 地点将营烧后宣布 我们继续发展 我们继续在谈谈 美国国家会继续保护 北韩国家的制裁 直到我们看到完全确认的 我们从北韩国家有很好的步骤 与北韩国家有很好的信心 在禁止和其他行动 所以我们继续这些谈谈 总继续期待 他的接触 此前有消息称 金英哲此行可能将向特朗普 转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 但白宫当天并没有发布相关的消息 金英哲一行在同特朗普会面后 硬邀同蓬佩奥等美方官员共进午餐 但双方都没有发布任何其他互动安排 金英哲将于19号下午搭乘中国国航的航班 离开华盛顿 凤红卫视王悠悠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另外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以及美国前总统卡特 18号在美国出席活动 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 崔天凯强调中美两国合作至关重要 卡特则指将去信呼吁总统特朗普 成立有关中美关系的智库组织 崔天凯跟卡特当天一同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 出席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研讨会 崔天凯表示各国都希望中美能够合作 崔天凯又指出 中美两国因为误会引致的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卡特在发言时则表示 将去信总统特朗普希望能够成立有关中美关系的小型智库组织 避免两国日后发生冲突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加拿大邮政局推出了 以中国名著西游记中的猪八戒 为主讲的青春邮票 以及相关的收藏品 为此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发行仪式 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举行的猪年邮票发行仪式上 加拿大邮政局高层 连同多伦多市长江托瑞 以及加拿大三级政府政要 一道节目新发行的这一套 两款猪年邮票 这套邮票以中国名著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为主角 其中包括国内级国际邮票小本票 25枚国内邮票的传统塗胶版票 以及多款极油收藏品 邮票是由华裔的吴启荣和韩裔的白生仔 共同设计的 因为这个油票设计不是画几笔简单的 其实里面的工序是很复杂的 尤其是印刷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 那个机器呢 其实这个叫做高安全刷刷 是很贵 非常贵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专业 不能够错一个面试都不能够有的 We've investigated th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all the traditional element Because as you can see that these all in a dress with armor W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ory been told 加拿大邮政局发行中国农业新年邮票 已经是第23个年头了 邮政局方面表示 每年发行的新年邮票 都受到民众以及极油爱好者的欢迎 因此给他们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凤凰卫记者腾中勤 多伦多报道 另一方面 第二届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迎春晚会 将约大年初三在加拿大温哥华绚丽登场 来自13个国家不同族裔的艺术家 将为观众献上一场震撼的 多元文化时听盛宴 第二届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迎春晚会 将于2019年2月7日 在列治文和师剧院隆重上演 届时来自多个族裔的艺术家们 将共同献上一场真正的多元文化盛宴 以艺术表演的形式融合各国及各族裔 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 借助于第二届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的 这个平台 在加拿大这个多元的国度里面 为多元的各个族裔 然后送上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迎春晚会得到了 瑞邦金融集团的冠名赞助 这样的活动更多的带动 我们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这种 互相关爱和宣传文化的这样一个气氛 温哥华旅游局表示将把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 列入冬季旅游线路之一 我们想把它作为其中一个旅游的体验 来放到旅游的行程里面去 来吸引工作的游客来到温哥华 来体验我们的多元文化 加拿大原住民长老也到场支持 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 第二届国际多元文化艺术节将把不同的音乐 与表演风格互相交融 以震撼的艺术表演吸引新春嫁节 凤凰卫视苏惠文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17号美国邮政在休斯顿中华文化服务中心 举行了农历朱年纪念邮票的首发仪式 朱年邮票由寓意春天的桃花盛开 金珠简纸以及书法珠字等元素组成 这枚邮票以华裔艺术家麦锦宏的设计为基础 融合了夏威夷华裔设计师李建文的金珠简纸 以及书法家刘斌以草书写成的珠字 美国邮政副总裁罗洛斯曼表示 邮政系统长久以来都通过邮票 来庆祝美国多样的历史 这枚精美设计的邮票显示出美国文化的多样性 从2008年开始 美国邮政发行了第二轮生销邮票 朱年邮票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枚 美国邮政于1992年至2007年 发行了首个系列的生销邮票 新墨西哥州一个滑雪场 17号发生雪崩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滑雪场方面表示 事发在中午左右 两名滑雪人士当时正在近山顶的位置滑雪 其后突然遭遇雪崩并迅速被掩埋 巡逻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在其他滑雪人士的帮助下 将两人救出后送院致力 其中一人经抢救后正式死亡 另外一人情况未淡 当局相信 目前没有其他人人被埋在积雪之下 出事的滑雪场地形陡峭 导致雪崩频发 当地上周更陆得近40厘米的降雪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的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nt的短消息 踏入一月份 香港进入了冬季流感高峰期 并有进一步爆发的趋势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流感活跃程度大幅上升 主要流行的病毒为甲型流感 当中又以6岁以下儿童较为受影响 一月份的第二周 在幼儿园或幼儿中心所发生的流感样疾病爆发报告 共有87宗 截至18号下午 已有191家幼稚园和幼儿中心爆发流感 占学校及院设爆发个案的7成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召开跨部门会议 决定建议爆发流感样疾病的幼稚园和幼儿中心 从19号起停课7天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嘉庆表示 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上升 而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目前学前儿童和小学生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比去年上升 但仍然只有不到两成的幼稚园和幼儿中心 有参与倒效疫苗接种计划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上涨连续第四日收高 憧憬贸易谈判有进展带动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科技和工业类股领涨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五全天高开高走 最终上涨作收 主要估值录得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 同时中美贸易方面的利好消息 在今天很大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乐观情绪 而在大盘方面 道指今天是收涨超342点 加德宝全天领涨最终收涨2.5%以上 而能源企业雪佛龙 卡特比勒以及联合健康集团 今天都是涨幅居前 上涨超2% 同时波音 耐克 高盛 在今天都是涨势强劲 美国运通在早盘一度下跌 超2% 但是五盘之后转涨 不过货益之药 成为今天道指盘中唯一下跌的个股 表普白指出 今天是收涨约1.34% 所有行业板块都是最终录得涨势 工业板块以及能源板块领涨大盘 同时金融板块 以及原材料板块是涨幅居前 另外消费品行业板块 今天是普遍走强 购用事业板块 以及房地产板块 则是表现最差 科技板块在尾盘涨势扩大 提振纳指收高1.07% 原油气候价格 今天是大幅收高3.32% 环境气候价格收跌0.8% 美元指数全天都是基本走平 在个股方面 特斯拉今天大跌13% 创下去年9月28号以来的 最大单日跌幅 同时也是因为公司宣布 可能会裁员7%的全职员工 那么在昨天盘后 流媒体巨头奈飞 是发布了好坏参半的财报 导致盘后股价下跌6.5% 今天股价是再次下挫超4% 以上就是星期五 美国股市情况 凤凰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美国股市场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新上任的洛杉矶县警察局局长维拉纽瓦 近日到访位于南加州的 孟特里公园市与华裔民众及华文媒体首度见面 并考虑恢复样异小组与咨询委员会 加强华人社区的治安 本次洛杉矶局新任警长与华裔社区见面活动 由柔斯密市商会主办 洛杉矶县陆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1000万 洛杉矶县警察局是全美规模最大的陷阱局 维拉纽瓦2018年11月当选第33任局长 旗下带领近万名警员以及8500名文职人员 华人律师邓宏表示 洛杉矶县警局原本设有20人规模的亚裔专案小组 汇集了会说华语 韩语 日语 越南语等警探 但这个小组在上一任局长任内解散 过去几年里面的话 自从亚裔小组被取消之后 亚裔犯罪率提高很多 所以亚裔小组的恢复 对我们华人社区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它要恢复所有的社区顾问委员会 有什么样的顾虑 有什么样的意见 就能够透过顾问委员会能够恢复起来 这两个对我们华人社区的治安都是非常重要的 拉美伊的维拉纽瓦1986年加入洛杉矶县警察局 并先后获得艺术专科科学本科公共管理学硕士 并于2005年从拉文大学获得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 他在上一次的选举中以超过14万票的优势 击败当时的局长麦克唐纳取得胜利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 另外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将于1月19日 在南加州帕萨迪纳市举办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高峰论坛 并于近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将于1月19日举办的高峰论坛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携手美国商务部少数主义发展署 帕萨迪纳中心共同主办 会上将有请到前美国驻华大使鲍克斯作为主讲人 就中美关系发表专题演讲 论坛还将邀请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理事张平 美国联邦及州参众议员 以及加州经济 文化 美中关系的众多专家 共同出席讨论 据悉鲍克斯在出任驻华大使前 曾是美国参议院任期最长的参议员之一 那这个活动呢是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的 是在40周年时候召开有一方特别的意义 我们也赋予它特别的一种 我们在美华人的一种心情 主要是在目前的中美建交的40年的时候 这个关系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 新的一个历史的交接点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来表达在美华人 在40年来的中美关系的受贿者 见证者以及是思见者的那么一种历史的定位 以及我们希望能珍惜感恩 回复40周年40年来的中美关系 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们特别感恩 也觉得特别的珍惜这个局面 也觉得要一定要回复好 发展好中美关系 本次高峰论坛 旨在探讨中美建交40周年的影响 而在美华人作为两国关系的见证者 在推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道路上 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 也希望此次论坛能引起更多在美华人 共同关注美中关系 并为接下来的40年的发展做出努力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另外由OCM华原食品和华人工商 共同主办的让世界爱上中国味 第二届中国食品展销会 将于1月19日在位于南加州 波波纳市的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并于近期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本次的展销会 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食品品牌 与美国本地的食品品牌 其产品品类将涵盖各类休闲食品 饮料 调味品 腌制品 香清料等 感兴趣的南加州民众 可以前往现场品尝自己喜欢的食品 在新闻发布会上 华人食品副总裁王刚还宣布 公司已经取得王老吉在美西的代理权 并会继续致力于在美国市场 推广中华美食 本次展会还将邀请到洛杉矶当地 以及来自纽约 西雅图 芝加哥等全美各地的餐馆食品批发 超市和餐馆业主们共数百位来宾参加 届时他们将与从中国来的各大食品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 那根据整个品牌 包括我们整个行业 它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会分步骤的通过前期让消费者认识我们 然后慢慢的能够让消费者成为 我们主流的一个消费的产品 来做出一个努力 所以从整个阶段上来讲 我们会有一定的营销步骤 那么希望来讲 北美的用户能够慢慢的让香飞飘成为 他们日常消费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饮品 华人食品作为洛杉矶本地的食品进口商和分销商 致力于不断推广中华传统美食 让中国食品在美洲发扬光大 并希望通过此次展会 在厂商与经销山之间建立一个良好互惠的合作平台 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林汉琴洛杉矶报道 另外 城县华人商会基金会为华裔学子提供的2019年奖学金 自去年11月1日起开放申请 并将于今年2月28日截止报名 城县华人商会基金会会长郭秀梅表示 商会成立于1989年 旗下的基金会从1995年起 致力于回馈社会 为表现优秀的华裔子弟提供大学奖学金 自2015年开始 基金会调整奖学金金额 从原先的每位每年3000元 更改为每位每年5000元 并为他们提供持续四年的大学奖学金 每年会有十位优秀杰出的年轻人获得该项殊荣 所以我们不只有这个审核委员会啊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scholar committee来管理联系这些选出来的小孩子 不会说他们好像得了我们的奖学金 我们就看不到他的人了 那我们呢就是继续跟他保持一个关系 而且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这些小孩子互相之间也可以变成朋友 互相有联系啊 基金会相信提供奖学金给予优秀的华裔子弟 圆他们的大学梦 支持这些优秀的华裔子弟完成大学教育 能对未来的社会具有更深远的正面影响 基金会因为要给予持续四年的大学奖学金 目前每年要发出40个奖学金 总金额高达20万美元 这也是每年募款的新目标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三年了 都已经三年了 然后每次我都被这些学生深深感动 加访了很多个学生和家庭 让我更觉得应该让每一个 就是让我们更富 各位社会更富 付出更多的爱心 能够帮助这些学生 呈现华人商会基金会申请奖学金的资格是 父母双方至少一位是华裔 家住呈现霍洛杉矶线 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5千元 学生必须是2019年应届大学即将入学的新生 GPA3.5以上 SAT成绩不低于1200分 入围者将个别通知免谈 4月底或5月初公布最后的得奖人 凤凰卫视实际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2019年现代汽车 Cona汽油与Cona电动跨界修旅车 共同为北美年度汽车修旅车卡车媒体评审团 评为了2019年度北美风云修旅车得主 这是现代跨界修旅车第一次赢得了年度北美风云修旅车的殊荣 获奖车款每年都在位于底特律的北美国际车展上公布 另外KIA近日推出了全新车款 中型SUVTellerite以全新方式闪亮登场 在加州设计 佐治亚州组装的Tellerite 是KIA有史以来最大车型 最多可以乘坐8人 装备了291马力 3.8升V6发动机 以及可选择的智能全轮驱动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凤凤凤凰每周新闻友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 联合赞助播出 Philipp新华翠金城